好,我们今天的进度是208002D以990209V部分 时间是2.5小时,不过我们现在是因为第一次学 我们希望用一天把它细说一下 我希望你们上午能够完成零件1234 底座、立轴、把手还有甲爪 在你们的桌子前面 老师有列印这个参考解答给你们 那接下来我会用这个参考解答来带领你 了解这整个背后的一些运作的一些原理 这个按照题目需要 它一样要你绘制这个正投影组合图 一样在A3 正投影组合图我们做过好几次了 再来立体分解系统图 那大概长什么样呢 正投影组合图就是长这样 那立体分解系统图长什么样呢 长这个样子 这样好不好 好,来我们先看考生 一般容易忽略的地方就是这个1比2的比例 还有1比3的比例 这个要小心哦 这要小心 好,那接下来老师给你带到这个题目 题目这边 大概是长这样 题目有分两页 是一个是二分之一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个是1 1就是我们的底座 那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东西 这个叫底座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东西 叫做圆杆夹具 来 因为我们是逆向 去教你 所以我希望你 可以从这里先学 它的一些工作原理 名称叫做圆杆夹具 你猜 圆杆要放在哪边 可以夹的地方 对 请问是哪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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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 1,2,3 放哪边 3 这个东西叫做 你看老师这个指的地方 这叫V形座 V形座按照我们的题目 它是我们的键7 键7 如果你看这个 就是键7 叫V形座 V形座如果从前面看 就是这一块 所以你的圆杆就会放在这里 圆形杆键 圆杆弓箭 就会放在这边 然后利用这一个东西 把它夹住 上面用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键4的夹爪 看到了 那下面是这个V形座 这个叫键7的V形座 这样子 所以你看这个 名称 叫做圆杆夹具 就是这个道理 那接下来呢 你就要慢慢看 为什么它可以夹住 我们从上面来看 来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这叫键3的把手 键3的把手 键3的把手 如果 你看这个题目这边 你看这个键3把手 很奇妙哦 它这个叫做 元宵的这个孔 从这里穿过去 对不对 那这里面就会放一个销 对不对 那可见这个把手 可以这样转动 对不对 一样往上扳 往下扳 那要怎么样夹住呢 到底是要往上扳夹住 还是往下扳夹住 来 这里的锡敲在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这个圆哦 圆心在这边 可是 这个圆到这个端点的长度是20 这个圆的圆心到下方的距离是多少 44减20 反而是24 你有没有发现 下面这里比较宽 哦 原来它的技巧在于 当你往上扳的时候 这里比较短的会在下面 这样你懂那个意思吗 当你往下放的时候 它这里比较厚的会在下面 那这个厚跟薄会影响什么呢 就会影响 它因为它会顶到这个剑五的垫圈嘛 它就会影响上面剑四的夹爪 有没有 当你往下扳的时候 刚才我说了 这里靠底部会比较厚 所以它就整个会往下压 这样知道吗 当你往上扳的时候 这里比较薄 刚才我说了 这里叫做20 下面这里厚的是24 这个薄的地方 对不对 就会比较松 就是因为靠着这个 这里有一个偏心呢 所以就可以透过这个剑五的剑圈 再把这个剑四的夹爪往下压 这个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 为什么它可以夹 原来是这个把手 剑三的把手 这个垂直的时候 就可以把弓箭取出来 往下扳的时候 也就是放水平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夹爪往下压 这样OK 好 那这个V型座就是固定在这边 对不对 那V型座从这个槽放过去 那下面有没有看到有两个剑六的内六角窝头螺钉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两个内六角窝头螺钉 就会从这两个孔穿出来 顶住固定这个V型座 它用意就是要把这个V型座固定在这个剑一的底座上面 而且 而且怎么样 它可以调松紧 调高低 有没有 所以这V型座就可以高一点 低一点 就可以夹紧远感弓箭 这样知道 所以你这看这个大概就了解了 好 那我们慢慢看过来这个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剑二的利轴 各位同学 我在讲的时候 你就看你前面 我替你准备的资料 你就比较有概念 这个叫剑二的利轴 剑二的利轴用意是什么 有没有想过 他从这个孔穿过来 穿过这个弹簧 又穿到这个上面的夹爪 剑似的夹爪 这个洞 这个轴有什么用 限制 限制什么 限制运动度 限制什么的运动度 你猜 限制弹簧 对不对 还有限制夹爪 都会在这个轴向运动 不会因为你这样夹之后 这弹簧往外偏 这个夹爪往外歪 这样我就没办法把 圆杆弓箭夹紧了 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剑二这个利轴 它本身就是当作 这个弹簧的这个套轴 也一方面控制 这个夹爪 也就是剑四的运动度 这样OK 好 那你会看到这里面 有一些小的销 有没有看到这个直销 剑十一 那剑十一你看一下 老师给你看这个组合图 剑十一是不是在这边 你猜剑十一做什么用 你就看它连接什么地方 连接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利轴 还有剑一的底座 有没有 所以剑十一的这个直销C 剑十一的直销C 就是固定剑二的利轴 以及剑一的底座 知道吗 他把它固定在这里 好不好 他才不会跑来跑去 好 那再来 有没有看到这边旁边 也有一个直销 这个叫剑九 这个九叫做再来 直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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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 它做什么用 你慢慢有感觉了 你就看这个直销 上面跟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剑一的底座 上面是剑四的夹爪 所以这个直销九 就是连接固定 剑一跟剑四 对不对 那你要有一个概念 像上面这个夹爪 是不是会因为这个把手 放水瓶 放垂直 它会有上下 那上下的话 请问 这个直销的九 跟剑四之间 你猜 它会是什么配合 过度 鱼系 哪一个 过 过度吗 不对 鱼系 因为要有一点空隙 它才会 上下 对不对 然后这个弹簧 就是会提供弹力 把这个夹爪往上抬 那这样我比较好 把圆杆弓箭取出来 这样知道吗 也就是当我把这个 把手立垂直的时候 这个弹簧就把上面的夹爪 往上抬身 这个圆杆就 我就很容易取出来了 对不对 最后老师要讲一下进一步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设计是圆弧形的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圆弧形的话 在我们基建园里有学过 它跟下面这个一的底座 就会呈现现接触 现接触的话有一个好处 也就是它们两个弓箭 就不会那么紧密配合 换句话说 这个弹簧会比较容易顺利回弹 也就是说 跟刚才那个用意也是一样 为什么这里要设计是鱼器配合 这里设计要有一个圆弧形 其实说穿了 就是能够顺利让这个弹簧弹出来 然后顺利让这个圆杆弓箭取出来 这样大概讲一下这个工作原理 然后让你们去看一下这个 最后完成的这个东西 好 那如果我们要做建一的话 也就是做这个底座 请问你们一开始从外形建模 你会先建什么 你是不是要先建外形轮廓 那你是不是会先建中间这个大的 立方平板体 有没有 最后再挖草啊 你就 所以大方向你们要先做这个立方 圆槽体 然后挤出 再做外这两个 然后挤出 最后再挖孔挖草 好不好 建一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题目 尺寸都在这边 所以你们在建的时候 先从这个中间这一块 先做 它的厚度 这里也告诉你了 有没有看到 48 长宽 自己去找 做完之后 做上面这个 下面这个 类似耳的一个结构体 然后再去挤出 做完 然后再去挖孔 挖草 这样可以吗 好 我们先到这里 然后看大家自己去各自努力 好